他究竟是谁的丈夫 那你有没有见过他父母呢 我这几个见过 只是我不想要那张正儿 他究竟有多少孩子 他却说那都是真感情 真婚姻 多情丈夫究竟钱藏多少秘密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多情丈夫无情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 有料更抗饿 引路牛奶花生 邀请收看传奇故事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要从一名妻子的报案说起 2019年 35岁的郑小姐结婚三年了 女儿也两岁了 她一直都在湖南过着平静的生活 然而就在当年的9月25号 郑小姐却突然来到了上海报警 她说自己诈骗了 而诈骗她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的丈夫顾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妻子抱怨说丈夫诈骗 警察也是头盔碰见 而且这名妻子还千里迢迢 从湖南跑到上海来 更加让他们觉得事有蹊跷 丈夫顾某究竟欺骗了 郑小姐什么呢 郑小姐讲述了一段 堪称荒诞的奇遇 她表示 自个儿跟顾某呢 是2016年认识的 俩人呢 很快坠入爱河 还怀上了孩子 为了给郑小姐一个交代 顾某就提出呢 要跟她结婚 原来这俩人竟然 还是在香港登记的 可这不也是正式结婚吗 郑小姐为什么要说 顾某欺骗了感情呢 郑小姐表示 那是因为我们都登记了 却一直没见过公公婆婆 那你有没有见过她父母呢 我就挺有见过 再丑的媳妇也得见公婆呀 长此以往 郑小姐的这个疑心病 就越来越重了 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 她就是同题 希望丈夫能够为孩子考虑 和她去上海再领一个结婚证 毕竟丈夫顾某是上海人 孩子户口落在上海以后 读书生活呀什么的 都很便利 可是丈夫的反应呢 是这样的 我当然跟你们跟她说的好多一次 要照顾我爸妈 那时候孩子的时候 然后我妈来说带孩子回去 她也都推上去去的 这样一来呢 饶氏郑小姐再迟钝也觉得不对了 她费尽心思 终于找到了公婆家的电话 她想给老人家一个惊喜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一通电话过后 惊喜变成了惊吓 电话那头除了公婆呀 还有个陌生女人 打到他们家去 才发现 哦哦 他们家还有个孩子 孩子叫公婆爷爷奶奶 那名陌生女子呢 更是直呼公婆爸爸妈妈 可能你也猜到了 这丈夫顾某在上海的那个家里头啊 还有个妻子呢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转换一下视角 把话筒交给马小姐了 是 马小姐呢 也是顾某的妻子 她当时30岁 跟顾先生呢 也是正儿八经的 领了结婚证的夫妻 那结婚证就是在上海领的 难怪顾先生不愿意跟郑小姐在上海领证 她是怕露馅 可想而知 听说了郑小姐的这个存在之后 马小姐也崩溃了 要知道 她可从来没怀疑过丈夫 他们在上海认识 在上海登记 在上海生孩子 就连双方父母也都认识 她怎么会想到在同一时期 丈夫还会跟别人结婚呢 然而就在马小姐找丈夫 讨要说法的时候 她又发现了个更大的谜 丈夫除了郑小姐 恐怕还有女人 还有孩子 可想而知 马小姐真的是五雷轰顶了 因为这份出生证明 就是上海市内的某家医院厨具的 上面清楚地写着 那个陌生孩子的父亲 就是丈夫 顾先生 她在上海又有一个孩子 所以当时我就 就是坚决地离婚嘛 闹得也挺那个的 她意思就是说 哎呀 什么不是的 一直在否认 意思说什么证件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既然马小姐要离婚了 顾先生急切直下的 只好交代了 她表示 我跟那名女士 虽然有孩子 可是没有领证 你比她先到 而且是唯一受我父母认可 在上海登记的妻子 这可真是 只要限定词够多 谁都是顾先生的唯一 那马小姐显然不会受顾先生的蒙蔽 2019年3月 她就主动跟顾先生离婚了 马小姐嘛 算是及时止损了 可还是有疑问没解开 那张出生证明上 孩子的母亲究竟是谁呢 2019年的9月 谜底揭晓了 那名女子竟然也到派出所报案了 说自个儿跟顾先生也是夫妻 是没有领证 但是呢 已经形成了事实婚姻的那种夫妻 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呢 只是我不想要那张证而已 是你不愿意结婚 对的 为什么呢 我之前的婚姻已经很失败了 我们又要转换到 明小姐的这个视角了 明小姐表示啊 她曾经离异 自个儿嘛 有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 所以她对于领证这件事并不执着 她跟顾先生虽然没有领证 可是她曾经大白喜宴 得到了双方亲友的祝福 还生下了个孩子 这不是事实婚姻 又是什么呢 更何况 顾先生也很坦诚 她告诉明小姐 自个儿嘛 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也是单身带娃 她连如此失败的过去都说了 明小姐当然就信以为真了 不宜有她呀 我身边同朋友们都提醒我 我其实应该去 可能查一下她的底子 我那时候都没有查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必要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全身心的相信她 我就是相信她 我觉得她不会 她就是个震吵人 她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啊 谁能想得到呢 顾先生的婚姻生活 能够如此丰富 如此惊人 不用说 几位女士发现真相之后呢 都很愤怒 马小姐嘛 三下五川就跟这个顾先生离了婚 郑小姐和米小姐 也先后来到了派出所报警 警察听说了这个事之后呢 也相当不平 他们马上对传说中的顾先生 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嘛 再次把三个女士给震惊了 也让他们把各自的时间线 都捋清楚了 根据公安部门的调查呢 顾先生先后有五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嘛 是跟徐某 2011年 她和育有益子的徐某离婚了 这也就是她跟米小姐提到的那次婚时 而呢 之后的婚姻经历嘛 就相当离谱了 2016年11月 顾某和郑小姐在香港登记结婚 婚后呢 育有一女 三个月后 也就是2017年的1月份 顾某跟马小姐在上海登记结婚 育有一子 2017年7月 顾某跟米小姐以夫妻离婚生活 育有一女 但是呢 这还没完 就在三位女士纷纷觉醒 及时止婚之后 2020年的11月 顾某又流村到广东 她隐瞒过往婚时 跟李女士登记结婚 从我们的证据来看的话 在她前面半辈子 她一共有 有五段婚姻 三段法定婚 一个事实婚姻 还有一个在香港注册的婚姻 这顾某她是个结婚狂吗 一日无期就婚身难受不成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顾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从婚队了 然而就在警察正准备立案 抓捕顾某的时候 新的情况出现了 郑小姐和米小姐都说 从婚还在其次 她们主要是想举报她诈骗 郑小姐也表示 顾某诈骗了自己六十多万 还骗了自己的亲戚一百三十多万 说是跟别人合伙 开工资 但是钱都不知道哪去了 每个妻子都说 她们被顾某诈骗了钱财 每个人都在五十万以上 就连最后跟顾某结婚的 那个李女士 在警方找到她的时候 也表示 自己在结婚之前 就已经被顾某骗走了五十多万 不用说 这些女士们反馈的情况 再次把警察给惊着了 2021年2月 顾某因为涉嫌从婚罪 诈骗罪 被普通警方抓获盗案 我们来认识一下她 很多事都虚过了 对不对 有些婚姻情况隐瞒了 对不对 这个人就是顾某 盗案的时候44岁 她在面对检察官的时候 精神颓废 起貌不扬 但是在诸位女士眼里头 这人刚认识的时候 简直就是自带光环 她乌宗伟造说自己是 平安银行的高层 说自己有一个前妻 就是那个加拿大 然后自己是住在 张江的那个什么 别墅里面 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金融背景的 这个光环比较大一点 但是她在婚姻工作中 也没有什么大的付出 但是被害人还是愿意 给她钱款 愿意跟她在一起 甚至愿意 没有结婚的名义下 都帮她生了一个孩子 几位受害的女性 都被顾某的精英光环 给迷惑了 再加上顾某这个人 也善于钻空子 她看似给了每位女性 一段婚姻 可有的是适时婚姻 有的是港澳地区婚姻 有的是大陆的婚姻 这使得女士们 很难从数据库当中 查出同婚的证据 然而顾某的同婚行为 也越来越严重 她的用意 也越发让人捉摸不透了 但是她和一般的 片叉片色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不像一般就以恋爱为名 然后偏偏财 偏偏色 她每段跟女性交往 都会最终还走向婚姻 是啊 要知道一个人 愿意走入婚姻 那是要花很多时间精力 照顾家庭的 这不是这样容易的事 顾某要是单纯的为了骗钱 何苦要跟那么多人结婚 她既然都结婚了 又为什么要骗身边的钱呢 那还是来听听顾某 自个儿的解释吧 你对重婚这个概念 真的不懂吗 还是不知道 应该是不懂吧 不是他有确认 你就没听说过重婚罪 对 顾某首先表示 不知者不对 我从来不觉得自个儿是重婚 我只是太重视感情 想给每个女人一个家而已 接下来呢 顾某还隶属了自己几段婚姻的由来 先是2016年跟郑小姐结婚 她当时单身 跟郑小姐那是合情合理 更合法 可既然如此 马小姐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顾某表示 那也是我负责人的表现 然后我妈说 因为小老姐一定要抱在家里面 然后那时候 当时生孩子是 马X把孩子生在她老家的 然后我知道孩子的时候 孩子是抱过来我就知道了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才去理了一个结婚证 才会导致了这种重婚的经历 听懂了 因为马小姐生的是儿子 顾某是在老母亲的要求之下 为了把孩子的户口上到顾家 这才跟马小姐登记结婚的 问题是你都有郑小姐和马小姐了 为什么又得跟那米小姐 形成适时婚姻呢 谈到米小姐 顾某也激动起来了 说米小姐不一样 她是我的真爱 我当然得对她负责了 其实说实话 虽然说我有适当婚姻 可能说那个李国正也适当婚姻 但是其实我最在意的是 听顾某这意思 她最想要结婚的对象是米小姐 无奈米小姐来得比较晚 再加上米小姐对领证并不热衷 所以领证这事就免了 虽然无法领证 可是顾某仍旧给了米小姐 一场盛大的婚礼 按她的话来说 这就是她有情有义的体现 外面现在社会就这么社会嘛 可能说不管这些什么样的 就是很多都会在外面 有个小单或者没有 所以我没有去往从我中央中央去想 顾某的歪理邪说嘛 还真的是一套一套的 但是检察官马上就一针见血 指出了她的行为本质 为了孩子维持婚姻 那也可以 但是你在婚姻期间又跟别人 以父亲名义生活在一起 那如果照她说的 对孩子这么负责的话 那她之前的孩子怎么照顾 好几段的感情情理 好几段的婚姻关系 好几个小孩 包括这个试婚姻里面的被害人 你都没有给对方一个婚姻的名义 一个婚姻的保护 还让对方跟你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从整个情况来看的话 就是她一个托词 是啊 妻子们都说 结婚之后 顾某呢很少能照顾到孩子 孩子们几乎不认识这个爸爸 他明明是以婚姻为名 给妻儿带来巨大的伤害 那既然如此 顾某的动机就更加难辨了 他为什么要结那么多次婚呢 答案就是 在于他涉嫌的下一个对责 顾某表示啊 夫妻之间怎么能算诈骗呢 比如说郑小姐 他声称自个儿被骗了60多万 被顾某拿去做生意 再比如说 米小姐 他声称被骗了100多万 用于给自己和顾某办理移民手续 顾某对此的解释是 这都是夫妻财产 都征得了对方的同意 当然不能算诈骗 顾某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相当于婚姻关系 存于区间的这种财产呢 我们认为 他们所取得的财产 都是于共同财产 那么没有办法去判断 到底这一部分财产是谁的 所以说我们也不好判断 他的顾某对另外 另外这个冯某或者郑某 他的财产 具有这种非法财产的目的 所以说在婚姻关系存于期间 用这种其他手段 那么获得另一方财产的这种行为 那很难认定 它是一种杀骗行为 这下就麻烦了 由于郑小姐 马小姐 还有李女士 他们的这个婚内财产 都没有分割或者是公正 有一部分钱 确实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这部分钱款被挪动了 就很难说清楚性质了 最缺德的是 即使他们后来离婚了 顾某都还留有后招 并且两个人离婚之后 还给对方写了一张欠条 所以说像他这一个 其实也基本上判断下来 它是一个民事关系 就是一种民事接待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他也不能把它 伤作为是一种杀骗行为 顾某这人实在是太有心机 也太过心狠了 这样一来 情势也很严峻了 由于证据不足 郑小姐和马小姐的钱款 并没有被认定为诈骗所得 郑小姐也只有一部分钱款 能够被认定 其实肯定是一百多万以上 肯定是一百多 但是最后可能公安机关 最后省下来 大概是六十多吧 我记得是 那余下的这四十多万 近四十万是怎么支付给她的 各种样的现金 转账什么的 对于这几名女士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们这是被骗钱骗色 还无法讨回公道了 那该怎么让顾某 得到应有的惩罚呢 这时候柳暗花明的一幕出现了 警察从郑小姐的讲述当中 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而且寻找这条线索 堕食了顾某的诈骗行为 牛奶加花生有料更抗饿 你露牛奶花生 要你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我们刚才说到顾某 同时跟很多名女性保持着婚姻关系 直到她的谎言被戳穿 妻子们这才发现了顾某的险恶用心 因为妻子们的大部分钱财 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被挪用的 这些钱都被视作为夫妻共产财产 很难以诈骗给顾某定罪 然而郑小姐的依据证词让警方找到了线索 郑小姐曾经说过顾某诈骗了自己60多万 还骗了自己的亲戚130多万 说是要跟别人合伙开公司 那么这起开公司的传闻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他竟然是真的 而顾某的合作伙伴是他的中学同学 钟先生 本来是初中同学 他说他深圳有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认识领导能搞定 钟先生是这么描述他跟顾某的合作的 顾某表示他认识这个领域的大领导 在大领导的观察之下 他能在文具买卖上获利 钟先生表示顾某还真不是吹牛皮 他这边的领导的心理关系 是自个儿亲眼可见的 我无意看到了他和国资委领导的微信 然后的确在说这个项 有了短信加持 钟先生心悦成熟 他先后掏出了30多万给顾某 用于打通关节 那个请领导吃饭 送礼品 打点其他领导 还有了什么领导的女朋友生日 他妈生日 那个送礼之后 这个期间有什么项目的进展 进来很多 每次送礼都有收获 眼见着项目步步成功了 它就消失了 为什么项目在稳步推进 顾某却消失了呢 顾某的解释也很有道理 因为最终没搞定领导 项目无法落地 这也是生意风险的一部分 不能算作诈骗 做生意嘛 自然有风险 可要是所谓的生意 所谓的关系 都是子虚乌有 经过检察院查证 顾某提到的那个领导 根本就没发过那些内容 那些短信 全都是顾某伪造的 老领导我们找到来 人家说什么都没有 包括你们之间的聊天机构 根本就没能做生意的事情 因为你虚过事实了 而且他们为什么 愿意相信你的理由 而且包括你 伪造了你跟这些 所谓的领导之间的 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 给他们看 至于顾某 跟那几名女士之间的 金钱往来 警方也抓住了关键词 主观故意 其实他不用交代 我们都可以推定他 主观上是有非法占有故意 这个我们在法律上认定 是叫间接故意 也许你对这个 直接故意 好像我本来就盯着 你这个钱去的 你觉得心理上过不了 这个卡 但是至少你有 这个放任的过意 而且客观行为上 你确实后来一封钱 都没有给他们 滑了一扫部分 这个我们就认定了诈骗 你明白了吗 这样说的话 也许可能会 更了我接受一点 伪造事实 主观故意 这都是诈骗的构成要件 最终的检察机关认定 顾某诈骗的金额有将近百万 这么大一笔钱都到哪去了呢 全都被顾某送进赌场了 对他来说万一之人就从由赌博而起 骗局的钱款 大部分都是用于赌博 赌博是毁全家的 像他不仅毁了一个家 他毁了好几个家 孩子没有父亲 离公司后自己也进监狱 识人不明 实在损失惨重 而对于顾某而言 他这次被捕之后 还将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刑罚 因为他曾经摩用公款 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三年 如今再犯这刑期 资料是要加重的 你之前有一个 前科的 这个要加5%的 诈骗40万以上就是10年以上了 因为你最多是诈骗 你欠别人太多了 你现在承受的是法律责任 那也许你承受这个法律后果之后 你心理能量稍微好过一点 你作为是赎罪了 对吗 你看那些女的被你骗得多惨 你需要这个时间在 在那个监狱里面好好想一想 说到这一刻呢 顾某终于心悦成福 接受了法律的惩戒 经过审理 法院也对顾某作出了宣判 一个重温罪 一个是诈骗罪 合并执行是11年6个月 罚金4万元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顾某在当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呢 他已经步入老年了 让他带给女生们 带给孩子们的伤害 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他自以为是申请 其实是最无情的刑警 希望诸位女士和孩子们 早日走出阴霾 遇人不输 是那个人的问题 不是你们的问题 还有许多的人和事 会让人觉得人间满值得 牛奶加花生 有料更抗饿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